大家好啊 昨天应这个粉丝要求给他选一只奶白色的拉宝拉多 然后他的预算是在600左右啊 然后我们来到了市场给他搞一搞 想要宠物权 千万千万别划走 这边有四只哈 笼子上面两只还有下面两只 这样的多少钱啊 这样的要1000啊 哦 然后我们再逛一逛 看看还有没有合适的 这边还有四只米黄色的 还有两只黑色的 这些俩 这样拉拉多还行啊 黑的呢 黑的600 我说这个慌的呢 这个在这 叫做黄色的呀 这样的吧 嗯 这样的一个 多这一个七百 哦 十年那两个都六百 我怎么喝 看一看啊 那一个要700啊 这里黑色的要800啊 然后这一两只这个 不好的像这种 这种也就五六百块钱 然后呢 我们再逛一逛 这边还有两只啊 奶白色的 下价 最低有1000啊 哎呀 这种品样的一千块钱不值啊 我们再逛一逛 还有还有其他的 这边还有三只啊 这个拉不拉的多一千 短一件 一千为了 成一样还能便宜是吧 我们再看一看 这太懒了 这三只 其实这三只还可以了 三只比较肥 要1000 然后呢还能搞价 然后逛了一圈 这个今天拉拉非常多 但是 还是去搞那一个大爷那一个那四只 龙的上面那一只也比较好 他带麦相 然后 然后他说是要1000块钱 然后呢 我们给他搞一搞 啊 争取600块钱 给他拿下 这是拉拉不错啊 得有十几斤了 还能便宜吗 他呀 便宜 便宜 还要哪哪有账的价人 你要一千哪有账的价 你这样啊六百万钱我拿一个 哎呦差不多了啊 我的粉丝预算就是六百万钱 你拿几百块钱吗 就六百六百要行了吗 我都拿撒本去我给你撒一下 行吗大警道的第一报省一个 差不多 那行我去拿撒本去我给你撒一下 600块钱帮粉丝搞掉 一条纯种的拉布拉多 这只拉布拉多非常肥非常漂亮 是个项目 好我们去给的老铁发货